接下来是一组近期的演艺资讯 当东方女侠撞上中华真功夫 电影《卧虎侨龙2》清明宝剑中 杨子琼和真子丹就这么欲见而行 重出江湖 时隔16年再度出演于秀莲一剧 不知道这位拥有古铜色肌肤的一代侠女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老了 也不是了 然后她就这样去 其实我觉得你都没变 那是两段感情来的 对 但是我觉得是成熟了 现在舒服得多了 说真的 舒服 对啊 因为这一次我是变成师傅了嘛 那你叫徒弟了 对啊 我叫徒弟了 现在就怕破来破去 怕跑来跑去 我就哈哈 点点 也是 从刚出道时对武术的懵懂 到如今霸气出山 三世余载的江湖路背后 少不了女神一如既往的拼劲 当开始呢 很多武师 他们习惯就是跟男跟男打嘛 所以他们打的时候呢 就很猛的 哇 叉叉叉叉叉 但是一转身就跟我打的时候就 就是 下不了手 那跟着导演就跟我说 打力地踢他 那么就给他一拳 他就知道你不是 那种小女人 女人这个样子 你有力量的 因为我跳舞嘛 所以我可以看你做什么 我很快就可以 学会 学会 大开会 但是我踢的腿可以踢得很高 所以他们就 那他们就很好奇 他们就说 好吧来吧试试看试试看 我第一次我在弄 超级警察的英文的对白 我看回来的镜头呢 我自己都傻一跳 说哇会不会太拼命了 一个很高难度 拍戏时活得出去 给新片做起宣传 杨女侠更是火力全开 前一天他在北京的他 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飞到了上海 面对人潮涌动的红毯 依旧不忘给粉丝大送福利 而在工作顺心的同时 杨子琼也在生活中 收获了幸福 在海边接受浪漫全婚后 将婚礼提上日程 我们两个都是想就是比较亲密的小的那种gathering 但是我们太多好朋友太多家人了 所以呢一想就是不可能就 抱一个小岛 没有外人 抱一个小岛 现在很多这样的小岛 只有几天呢 我们全部人都到那个地方 对到岛上去 特别好 我们两个都希望了 我们两个都 对到岛上去